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盛小姐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给你丈夫 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到了 谢谢 你慢走 盛小姐 萧先生 你这是 我们能好好聊聊吗 盛小姐 我要为我之前的鲁莽 跟你道歉 情急之下 我向你误认成了我太太 希望你和沈大哥 能够原谅我 不必了 萧副司令 其中原委我已经都知道了 您的妹妹淑仪小姐来找过燕青 说实话 要不是亲眼看到您夫人的照片 我也很难相信 在大洋彼岸 竟然有一个和我如此相像的女子 我但因为您的面容 就像您无人为我太太 她若知道了 心里一定会很难过的 萧先生 您不必自责 我想 要是您的太太知道 过去了这么多年 您依然对她念念不忘 她在天堂一定会很幸福吧 她恨我 是我错怪了她 她的离开 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 也是我毕生的悔恨 我想去弥补 可我无能为力 沈小姐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给你丈夫 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既然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灵魂 那我的回答 也没有什么借鉴性 但是我可不会给我的前男友们 再次犯错的机会 不然我就永远都遇不到燕青了 所以啊 萧先生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朝前看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 可能你和你的太太 之前有过很多不幸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 去谈新的恋爱 拥有新的爱人 而不是纠结于过去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